脚步坚定在风雪中迈开步伐 就像乌克兰人民在战火之下坚忍不拔的精神 黄色套装蓝色裙摆在风中飘逸 品牌Balenciaga在巴黎时装周的倒数两套衣服 一黄一蓝就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出生在苏联时期乔治亚的时尚总监 亲身经历种族灭绝迫害 所以这一次乌厄战争让他格外有感 不只是每一套服装 甚至开场的朗读诗剧 嘉宾的礼物 都和乌克兰有关 就是要对世界宣扬反战挺乌克兰的精神 披头四乐队的主唱保罗麦卡尼的女儿Stella 也将这场秀献给战争的受害者 还在秀场上用了披头四主唱 约翰兰农最经典的Imagine 我非常信心地在平和爱上 当然我使用John的歌曲 他就是我父亲的最好的朋友 而在英国伦敦广场中 响起交响乐团悠扬乐声 200名音乐家快闪野纵乌克兰国歌 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德国也有牧场主人 用另类方式力挺乌克兰 在洋芝上用蓝黄色喷漆 漆上乌克兰国旗 还有和平停止战争的字样 世界各处都以不同方式 宣扬反对战争的理念 也给予乌克兰人民最大的支持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